哈喽大家好 是你们开的胖胖 我现在来到了广州车展 那开到家门口的车展 我们必须要来参观一波 那今天呢 我之类的我觉得太靓了 靓车 靓车 我之类的我觉得太靓车了 所以今天呢 我也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车展有什么好玩的车 有什么酷的车 有什么非常牛逼的车 我们一起走吧 感谢观看 我刚进展区就看到了 熊猫mini在开发布会 所以赶紧就来看一下 这一台车 他们应该是今天才开始发布的 一款小 很小很mini很可爱的代步车 然后我身边这一款呢 它是一个粉色的 但是我看他们这次主推的 好像是后面那个白色的熊猫配色 看到没有 熊猫配色 然后我左手边这边呢 是一款蓝色 来感受一下这个车 我发现它这个门好大啊 就前面这里 所以后排的位置基本上就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非常的小了 非常的紧凑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整一个中控的台呢 它只有一个这个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也不是很大啊 我坐进来这款是粉色嘛 然后它的内饰呢 也是这种低饱和度的这种肉色啊 其实搭配起来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后备箱其实打开之后 你是要把后排的座椅放倒之后 你才有空间储物的 不然的话你没有空间放你的一些行李啊 什么的东西 这款车现在的售价是五万八 五万五千八起步好像 最整体的价格 大家觉得合适吗 如果你有五万块钱 你会选择这样一台熊猫mini吗 我来到了比亚迪展区 比亚迪好大啊 好多车 其实之前我有开过汉了 因为家里有人买了汉 然后呢 但是海豹系列我还没有来看过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 大家看这个小姐姐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我就知道你们喜欢看零了 海豹这款车 其实它跟汉 很多人拿它跟汉来比啊 包括它的像它的轴距 其实两款车是一样的 它的设计方面更像是一台 音动型的车 怎么样 够进来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空间还是蛮足的 而且我发现它这一个车的内饰 包括像它的座椅 它这个配色都是浅蓝色 也是饱和度很浅的一个蓝色 海豹它用的是一个3.0的品牌 但是汉用的还是2.0版本的 所以这算是汉的一个 升级版吧我觉得可以理解为 迷尼库普 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性价比 不是特别高的车 穷人才讲性价比嘛 就好像我 跟大家分享一款我很感兴趣的车 Smart 金灵 你看这高贵的Bensi logo 还蛮好耀眼 这这台车我之前就有关注过 它是奔驰跟吉利一起做的一款车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也还蛮 我觉得蛮合适的 比mini Cooper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是不是奶奶忽忽的 奶绿的感觉 好好看 不过这个颜色肯定是要加钱的 你看它像它这个中控台的位置 其实它整个设计跟奔驰也是有一曲同工之 就是你能找到奔驰的影子 然后像这里是一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这里可以放手机来给它盖起来 对吧 挺好的 然后像这里是一个放杯的地方 放杯子的地方 像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还挺深的 空间还蛮足的 看到这个中控台 哇 这个地址 这个主题 这全都是为女孩子量身定制的 有没有发现 然后它这里还可以 就是调分围灯 然后车灯等等 辅助驾驶这一台车也是有 这好像是新动版还是自顶配 我有点忘记了 它后排的空间其实也蛮大的 然后我这个1米71的高个子 坐在后排也不会觉得很紧透 空间还是蛮足的 然后像它的这个是无边框的车门 前后全都是无边框车门 略显高级 现在不都流行这种吗 往上去试驾这款车 别人来车展看车都是一宝眼福 我在干嘛 我在我想买车吗 这是 我在广州车展看到了一台很神奇的改装车 其实它是北京六岭 然后是做了一些简易的改装 然后营造出一种露营 房车的一个感觉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我现在进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 它在这上面搭了一个棚 然后是通过踩在这个位置 然后挂上去 因为我现在没有拖鞋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反正它这一个是一个简单的改装的一款房车 在上面可以休息 但其实在上面休息的时候 你就基本上是睡在车顶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还挺生气的 这个车尾箱后门打开之后 秒变了一个KTV的主战场 可以在这里K歌 然后它这里很神奇 因为它这是一个简易的改装嘛 所以它们这边有很多一些设备 像是可以用平板来进行操控 或者是用遥控器来进行操控 然后像是这里很神奇 这还有一个花洒 就这里面内置了一个水箱 也是它们自己DIY的一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反正它们就是还有一个可以喷射的花洒 我真的不好意思把人家搞湿了 我身后的这一台车就是爱安今天才发布的浩博GT 叫Hyper GT 然后你看它的logo打的也是年少有为 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爱安的logo它变了 它不是以前的爱安的logo 整一个车的设计跟感觉都跟传统我们印象当中的爱安好像找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门它是一个旋翼 它官方的名称叫做风舞旋翼好像是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可以看到它的前面它那个隔山现在还没有启动起来 但是它前面那个隔山是可以自适应打开和关闭的 还有它这个尾翼的部分现在是打开的状态 然后它也是可以关闭的 然后其实就营造出了一种跑车的感觉 整体看起来就非常的豪华 以及科技感直接拉满 我身后的这一台车就是爱安的百万级别的豪车 SSR早就久仰大名 但是今天还是第一次一眼目睹它的风柔 是不是非常的酷 这台车百万级别 据说是要验资起步应该是5000万的资产 才有资格获得购买的这个资格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有点意思 有点东西的 我现在来到的是低驱 低驱就是所有新势力品牌的集合 像是合创汽车 像是哪吒 理想 小鹏 瑞兰 还有欧拉等等等等 很多牌子都有 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可能没太听说过的牌子 极度 极度是百度和吉利共同打造的一款汽车机器人 主导无人驾驶的 所以它这个体验感可能会跟普通的一些新势力车 有点不一样 我们去看一下 感受一波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边的这两台车 这两个颜色 它们都是Robo 01 这个车真的是我今天看了这么多汽车当中 它唯一是没有门把守的 是不是非常不习惯我们常规的一个操作 大家可以看它这里有很多的摄像头 然后这边也有摄像头 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主打一个非常智能化的一个汽车 这个车的内饰有没有感觉非常的简洁 就简单很精简 包括你像它这个中控板 它就只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屏幕 除此之外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有那个空调的吹风口 这有一个感觉就非常的精简 然后像是它的方向盘也是那种半幅式的方向盘 就是是不是很像在开宇宙飞船呢 我身后的这一台就是中国探月版本 它是一款限量款的Robo 01 一共是2000台左右 好像都已经被预定完了 所以这一款就没有了 极客MVision这款概念车其实就是来秀肌肉的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它好QT 而且它非常的圆润可爱有没有 这款车是全球首秀不光是全国是全球首秀 我觉得它这个车的完成度相对来讲还真的是蛮高的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它两排的座椅 中间的这一排也就是第一排了 它是可以有一个360度的旋绕 就直接可以转到后面去 两排的人就可以对着坐 是不是可以搓个麻将啊 然后开个会什么都没有问题 MVision这款概念车其实它主打的也是一个无人驾驶的模式 因为你看没有方向盘的 整一个车就是非常简洁干净的 极客001这款车其实没什么好聊的 因为它已经用自己的成绩告诉了我们市场的反馈 因为它真的是30万左右的这种轿车里面 列装的轿车里面卖的很好的一款车 然后我也觉得我身边其实蛮多朋友都买了001 有没有弹幕可以跟我分析一下 为什么男孩子都喜欢列装车呢 009一款媲美阿法的MPV 这款车在11月发布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都没有机会看到实车 因为更有原因啊没有能去现场 但是我今天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好豪华 未来全新的EF8这款车跟旧版相比起来就会更大一些 就整个车身是大了一圈的 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品牌我们都没有去到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 品牌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广州车展啊 还能如约而至 这免不了要谢谢台前幕后的很多工作人员 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下 还能办这么大的一个展览真的很不容易 那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来车展逛逛走走啊 大家有没有连车筒吗 连来 那我们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啦 那我们要去干饭了 现在已经快四点多了 我们都还没有吃饭 我要去吃饭了 拜拜